好 各位請就座 谢谢各位耐心等候 不过主席在那边还是要呼吁一下 就是我们在委员会审查法条之前的宣读条文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明文规定 只是惯例 但是呢 主席也试图要改变这个 在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毫无必要的惯例 但是因为有许多委员仍然不赞成 所以我们得要花很多时间在这边宣读条文 在院会的二三读宣读条文可能还有一些道理 在委员会还要把这些条文又读一次 实在是 我再一次强调实在是没有必要 但是既然 但是同仁都有 部分同仁是坚持的状况之下 我们也只好这个浪费各位的时间 好 我们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等下条文宣读完 现在已经三点四十五分 我们今天的会议呢 不好意思 因为主席个人的事情 只能进行到五点出头了 那么我们下礼拜会继续再进行 我们希望在这个会期啊 要把这个条文能够 这个法案能够出委员会了 那么请大家这个见谅 那么我们照早上的这个宣告 我们先来做大体讨论了 我们先谈一下好了 因为我们早上在谈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点感受就是说 到底这个接避者或者是公益通报 他需要被纳入保护的这种案件 或者是法案 就是法律啊 到底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早上举了个例子啊 跟劳动部请教 那么这个例子就是说在这个副表里面啊 副表一啊 就业服务法63条64条 那时候劳动部跟我讲说 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 有一个杂货店老板 他雇用了一个非法外劳 那如果被检举了 那像这样的案件 也被列入这个叫做公益通报 或者接避者啊 因为这个劳动部 他本来就有检举的这个管道嘛 跟奖励嘛 为什么要把它纳进来 那那个时候劳动部跟我的说明是说 因为就是五年内再犯啊 那有刑责 是针对这个部分 可是坦白说我看这个条文 看不出来啊 副表跟条文看不出来 劳动部刚早上跟我解释是哪一位 要不要再跟我解释一次 就是我看不出来 这个条文有这样的规范 你拿麦克风好不好 各位委员报告 因为接避者保护法 他的保护的实义应该是在于 这个公益 然后从就业服务法的63条5年内再犯 它是一个刑事责任 但是你前段它是行政法 对第一次处罚 第一次违犯的时候是行政法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从副表跟接避者保护的这个条文里面 你能不能告诉我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第一次不罚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第一次是罚的 不是啦 他不在这个接避者保护的范围之内吗 也就是说假设我检举了于婉如好了 他开个杂货店 那我检举他 那你说你告诉我说对不起 因为他是第一次 他雇用非法外劳 所以我检举我是他的一个员工 我检举他 所以你不在 接避者保护的范围之内 只有他在犯 你才在保护的范围之内 那你要告诉我这个条文在哪里看得出来 你讲的这一点啊 可可以借我一下那个副表一 那在这个当时我们在研议这个副表一的时候 是以犯就业服务法6364之罪 录这个副表一 对 那6364的罪的话 63条他是五年内在犯 他才是会有刑责的罪 对 然后如果 意图引力非法媒介的话 也是刑事责任的罪 那这个罪的部分 他影响的公益性比较高 比较合于这个 戒闭者保护法的法义 但是他第一次出犯的时候 我们是罚行政法15万到75万 但是也是会有就业服务法的废聘 那我跟您这样讲我就了解 那可是就法务部就从第三条来看第七 第三条的那个副表一的那个行政法 也有可能是会 有的还是行政法还是有可能纳进去 就是除了这个就位服务法之外 是不是这样子 市长 所以你的标准不是不一定是罪 或者是他有可能有的 他的触犯的法条是行政法 他还是有可能会纳进去吗 有可能 那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 所以委员长我上咨询的 我们中午检讨一下是有道理 这些认定的基准如何 其实我们在这里 好像有一点点 都看各机关 那华裔的那走 也有点这种心态 所以委员认为说我们要定一个 定一个基准出来呢 我们是同意这样做的 将来我们是不是说 我们在信息者里面 定一个参考的基准 我的意思是说 到底我们这个所谓的 接避者保护的这个范围 它涉及的这个案件 或者适用的法律 到底这个 所谓的这个标准是 它是一个 像中委员讲的 这个条文里面 它是公共利益 或者公共安全 那倒是这样子吗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 你们这个副表啊 没有税的 我刚才也跟署长在请教 都没税 跟税有关系的 那这个公司啊 常常会差 我们现在在报税季节嘛 公司的税啊 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对不对 那你如果没有税的话 是因为税 跟公共利益无关吗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譬如说 你们这里面列出 私效法 的 78条到80条 的罚环的行为 那这个当然是行政法 那为什么私效法的 78条到80条 特别要列入 那为什么77条不列入呢 那为什么私效法要列入 那为什么 所得税法就不列入 我的意思是说 到底这个所谓的公益啊 你们要去怎么样去界定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整部法 我觉得最根本的部分嘛 而不是说 你们各个部会啊 你想象中 这个我 我每一个部会 对公益的想象会不一样啊 您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基本上呢 这个法的基础目的 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做的 私人恩宴的不在里面 但是我坦白说 如果这个部分我们不谈清楚啊 我们这个法要怎么审查得下去呢 那 所以我们看那个第三条 第七款第八款呢 我们有个 有个建议啦 是说把三 第七款第八款呢 合并起来 用公告方式来处理 但是对不起哦 各位委员对不起 我暂点时间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在你们的条文里面啊 对于公部门 其实很清楚啦 但是 私部门哦 等于是要授权给你们 但你要授权给你们的时候 你们没有告诉这个社会 你们的标准是什么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你本来在处理私部门 你用副表 好那现在不用副表啦 就 让你们去 去在事情记者里面定啦 去审议啦 去做一个 商量啦 但是 你要去处理这个部分 你要告诉我们一个 标准嘛 对 或者一个定义啊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原则 来看待私部门啊 要纳入 这个接避者 保护的 这些案件或者对象 那到底是什么 对 因为一开始的话 我们是从公部门的 接避者来做啦 所以呢 可能就 规定会比较明确 也比较容易明确一点 然后因为大家 社会上的共识度比较高 私部门的话呢 因为它的范围很广 而且呢 实践也比较后端 来做 因此呢 原先开始在研究的时候呢 我们确实是没有 拧出一个 比较 稍微具体 不是绝对具体 稍微具体的基准出来 当时是一直没有 那我们呢 愿意在 审查以后 因为今天大概没有审查 我们下次是不是能够在这几 下一次审查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基准 再 给委员先过目 然后 大家形成共识 我们将来也许 把这个基准定在细则 谢谢细则 而后呢 用公告的时候呢 就按这个基准来做 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来做处理 不好意思 主席先占了很多时间 来请方位 大概 我第一个先说明这个立场 就是 在 在 整个大的司法改革的架构下面 截闭者保护法可以说是 研议了非常非常非常久 社会也很期待的一部法律 那 撇开对于不同版本 彼此之间的优劣比较 跟可能有挂一肉腕的问题 我基本上面的立场是说 有了这个法 一定会比现状更好 这个是基本的立场 第二个是 话虽然这样子说 但是 现在 行政院版所提出来的 我其实有两个大的问题 一个是课题范围 一个是主题范围 那刚刚前面委员有提到的 是课题范围的问题 我就先延续着 就是课题范围的方式来处理 第一个事情呢 是说 行政院版 它一定会存在 你们现在所采取列举式的规范方式 一定会出现挂一肉腕的问题 一定会出现挂一肉腕的问题 那我先扣合着 比较没有争议的 所谓比较没有争议的 不管 可能你如果牵涉到说 消费者 投资大众的保护 从银行法 金控法 保育宣法 这些 可能在金管会 他为了要维持金融市场的交易秩序 消费者投资大众的保护 这些 我相信跟公益扣起来 没有人 会有任何的疑问 那我有的问题是说 在这些法规当中 已经跟公益的扣合 没有问题 而且必要性存在的 你们为什么还要用列举的方式 去处理它 你光以保险法来讲 保险法里面 对于保险业的规制 事实上都是攸关每一个保护 那甚至 社会大众对于保险业的投资 从过去 我们所发生的事情 也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的保险工资是不会倒了 实际上是不会倒 因为政府承受不起 最后都是投资人的 就是都是纳税人的钱去 去补啊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到底有什么理由 就保险法的部分 你们列举只列举了两条 其他规制的部分都没纳入 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刚刚段委员讲的 那个还离得比较远一点 就是说未必跟公益 到底是公益还是私益 还是模糊的地带 这可能有争议嘛 但是我的意思是 在跟公益的保护上面 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会牵涉到 有关于整个金融管制的法规 就是在维持市场的交易秩序 投资大众 还有在金融市场里面参与者 所有的存户保护他们的权益 那在这种金融法规当中 为什么 你们要列举的方式 不考虑 是用概括的方式来夾理 所谓概括的方式是说 当时我在你 接力者保护法的时候 就挑每一个 大家比较没有争议的领域 比如说金融法规的部分 把所有的金融法规都写进去 环保的部分 把环保的法规写进去 食品安全的部分 把食品安全写进去 那牵涉到有关于 劳动权益相关的保护的 把那个部分写进去 就是说一块一块的 那这些一块一块的 界定出来了以后 我们大致上面范围 全部都涵盖了 那另外 在授权给你们说 如果万一有挂一漏万的情况的时候 允许行政机关 透过另外公告的方式 去处理 但是现在行政院版 我看到所存在最大的问题是说 你们即使连前面的那个部分 都不是一块一一一块的 是一条一条的 用列举式的方式来加以处理 那当你用这种列举式的方式 来加以处理的时候 你所会存在的挂一漏万的风险 就变得更大 或者是不要讲风险 因为我们实际上面对条文 你马上就可以对得出来了 就一堆法规 一堆法条 应该放进去 没有放进去 那这次为什么没有放进去 理由到底在哪里 根本就讲不清楚 所以刚刚次长说 到下礼拜我们在续审以前 法务部 可能主管机关 会再回去重新检讨 那在广泛讨论的时候 我所提的具体的建议 是说 跟公益有关系 一块一块的部分 你们要不要考虑 就那整块 就把它放进去了 不要那一块里面 你还去拉特定的几个条文出来 其他的条文 完全都没有处理 我会觉得这样子 在规范上面的保护密度 一方面不会跟本法的 规范本子相拖曳 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跟 本法在 保护的规范的范围 跟密度上面会比较周全 我是提供给主管机关这样子 就是说到下礼拜 你们要把你们东西弄出来的钱 是这样子的方式 因为你如果是维持 现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那我们要负责任一点 我必须要讲 我就必须要针对你附表里面 每一个法 我每一个法要review 为什么这个有放 那一个没有放 譬如说你光以保险法来讲 你放167条之一 你不放167条 不放167条之二 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完全看不懂 它基本上都是禁止保险业 就是不是保险业的人 在做违法保险的事情 再讲的难听一点 就是过去常常发生的 那种违法吸睛的案子 常常都会出现在这样子的脉络当中 那这个是大体讨论上面 针对课题范围的部分 我给主管机关的建议 好谢谢 还有哪一位委员 来请 请中委员之后请次长 好主席 我想刚刚包括主席所提的一些的意见跟 建言跟次长所提的 其实确实是在我们的第七款 第三条的第七款 第八款两个列表里面 确实是没有一个共同基准 也就是随各目的的事业主管机关决定 那我导致建议说 在第三条里面 是不是试着把主意 因为刚刚主席也特别提到 对于所谓的社会的公共利益 那公共利益的定位是在哪 那如果是试涉到一个杂户店 聘请外劳的部分 举花 那它是不是足以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 或情节重大之法律或命令 自特定 自特定多数人或不特定人的生命 身体财产或劳动条件及其他相关之权 有侵害者或损害之余者 如果能够放到第三条里面去 大概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原先 原先大家顾虑的各私权的部分 就可以一边解除掉 因为这是受到私权 因为刚刚主席提到的个案也好 或者早上有委员特别提到 有关性骚扰的部分 那这是私权的部分 可能不涉及到 所谓的特定人的一个生命的 或者身体或者财产 或者相关的利益的权益的 有害的一个产生 是不是在我们的第三条的条文里面 给他列进去 也可以给劳务部做一个餐桌 那以上说明 那请市长 那主席各位 那个招委跟两位委员的指教呢 其实很有道理 那原则上呢 各位如果看一下 第三条的一二三款呢 事实上就是采大块 整块原则啦 就整块原则 但是因为这个是在最早拟定的时候 在公部门比较容易界定 所以是采比较整块原则 后来再加加加加 加到后面来以后呢 第七款第八款 因为加入了四部门 所以呢 造成了委员 所担忧的 所指教的说 这里面呢 到底什么标准 什么基准的存在 确实呢 才这样一条一条的列挤出来 那会挂一多万 这个这一点 我们在检讨以后呢 是有这样的情形 那如果呢 但是整块呢 如果每一个法律要整块 比方说保险法 比方说证交法 那有的法律呢 它本身就有接避者的保护 有的法律有 那有的呢 可能是定得很琐碎 如果有用 我如果只用一个法的名称 恐怕也会 会不会打击面过广 甚至有的呢 可能纯行政性的 跟公益 不解采有关的 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觉得 我们自己要考 要再检讨一下 那如果说我们再 先拟一个内部基准 然后再把它检讨一下 所以像第七款第八款 我们就比较建议说 用授权的 将来呢 也要报立法院来备查嘛 这样的方式呢 能够再做处理 这个事实上 我坦白说 我还是很困惑啦 因为我自己 这个观念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办法 厘清啦 譬如说 如果是公益的话 那在法律上 什么叫做公益 您可以跟我做一个说明吗 公益呢 是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 公共利益啦 就本来是一个 不确定的怀利概念 这个在学理上面呢 就是说 以对多数人 有利的地方 叫公益 但是这个老实讲 也算是 一个不确定的说明啦 我举个例子 请教好了 譬如说 今天有一个 这个劳工局的 这个 负责劳动检查 的人员啦 那么他因为 接受这个 受检单位的招待 那结果他放水 那这个他如果 他以他的这个状况来说 那当然符合我们 如果有这个公司内部啊 或者他的同事啊 去 去这个接壁的话 那一定是符合我们的 这个标准嘛 这个大概没有问题 那如果一个公司 因为他 他接受这个招待 他受贿 但有可能在他执行业务的时候啊 他对于劳动检查这个部分 他就没有办法落实 那但是有一个公司 他的劳动条件 他并没有符合 我们的劳动法令的规范 那这个部分 跟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譬如说 一个超级市场 那么他在食品过期了 他把他的标示啊 撕掉 重新贴 那因为这个超级市场 或者这个我们的食品啊 他可能贩售的对象啊 是不特定的人啊 那影响到健康 但是这个公司 他的违反的劳动条件 可能当然对他的员工来说 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者是违法 但是呢 他对这个公司之外的人 并没有发生意义 我们并不是说 这样的行为就应该容许啊 那当然就是 这个就有赖于 这个劳动检查能不能确实嘛 但是如果我们把劳动条件 这样子的也放进去的话 比起我们对于药品 对于食品 对于环境 罪的这个 这个标准来说啊 因为 我不晓得我的意思 您了不了解啦 那这个部分 我们要怎么样去 如果 如果劳动条件 的这个 可以纳进去的话 那有有人讲的 这个职场上的性质量 为什么不放进去呢 因为 我这个劳动条件 牵涉到就是我这个劳工个人嘛 还有这个公司里面嘛 他跟这个公司之外的 员工 他就好像 这个跟这个 证券交易啊 或者是这个 金融控股啊 银行啊 他影响到的可能是存互的利益啊 或者是 金融市场的这个秩序啊 又不太一样 或者跟环境罪章 的状况又不太一样 那这个 这个 我不晓得 您了不了解我的意思 那这个部分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解释 或者去做说明呢 在 公益 私益之间呢 会有存在的 社会形态的转变 会有存在 灰色地带啦 那基本上呢 对公益来讲 常常对 对外 对不特定人 对特定多数人 等等的 比较具有公益性 至于刚才 赵伟所提到的说 如果是劳动条件 只限制到个人 比方说 我这个公司 有100个 可能对于 张三一个人 的劳动条件 那这个 应该是 失忆性比较大 公益性比较小啦 那 刚才有提到说 药品 食品 那对外 小品超商 卖过期货 给不特定人 大家都可以 甚至 甘米店都算哦 因为不特定人 都可能来买嘛 包括超商 这个的话呢 公益性就会比较大 因为他可能 不知不知情的 或多数也会来 所以呢 这个公益 失忆之间的话呢 可能还要做某种 个案性的判断啦 所以 赵伟所提到说 要有一个判断的基准 这个我们非常同意啦 每天说 无限上 因为无限上刚才也不对啦 那这个情形之下 也就是说呢 如果要比较 讲白一点的话 就是说 少数人的 个人的 这个的话 应该是 比较不具公益性 但这个条文 那怎么写这个 我们再另外考量啦 多数人 不特定人 这个应该是公益性大 当然啦 还有这个 整个对整个社会 会不会影响力大 影响大的 至于的 这个都是 所以刚才 赵伟所提到说 像 公益贪毒 这个像贪污罪 我们第一款第二款 都属于这个范围内嘛 大家普遍性 都可以接受 这个公益性大嘛 虽然他只有一个人在贪污 一个人收红包 但是这个公益性大 大家普遍性 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一块方面的话呢 有些时候 也没办法百分之百的切 一刀两段切割啦 可能这个 我们再做一个 通案性的考量 这样子的话 我能不能请问一下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包括 黄委员刚才提的 中委员提的 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那你们要提出 你们的新的条文 或者说新的方向 需要多久的时间 因为我坦白说 我觉得 我是希望在这个会期 可以 至少我们在委员会 这个部分 可以告一段落 那我们只剩下下个礼拜 那你们需要多少时间 应该一到六款 比较没问题吧 我看起来是这样 不然委员指教 第七第八款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 用授权的方式来处理 那我们一定要跟 这个立法院的报告嘛 因为总是要送立法院备查 这个是属于实质性的法规命令嘛 将来不见得是换在 早上 那个 曾英鵬委员也有提到说 要有退场机制 所以这个增减 调整跟增减 我们在母法里面定 那我们 承诺在下个礼拜呢 会定出一个 这几天我来想一下 一个比较可行性的 可以认定的基准出来 那先放在里面也可以 那或是做附带结议 那我先跟你预告 是 我们下个礼拜是下礼拜一 拜一了 因为我 这个周委员给我的时间 今天是下礼拜一啦 因为我跟 傻瓜 下礼拜一啦 好啦 我来收一下啦 好 那我们就走走看吧 来来 黄委员 那个 市长不好意思哦 就是说 你前面那些 那几款 我都没意见了 那至于你刚刚所讲 后面那两款 副表你们在调整的方式啊 就是说我会担心的事情是 如果是按照你们现在的付款 这种规范方式的话 一定会挂一落外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一些大领域的 对大家对它的公益性 其实不仅没有疑问 而且社会高度期待的 譬如说环保 譬如说食安 譬如说有关于金融业 也包括证券啊 那那一些大块大块的 你们是不是可以慎重的考虑 用增加款的方式 直接把它放进去 而不是把它 全部塞在后面那两款 因为你在立法体力上 你把那一些很清楚的 标定出来了以后 任何关心这个法案的人 他看第三条的范围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这几块都是有受保护的 而不是只有看到前面了以后 那我们大家关心的那些范围 反而去钻到后面 你们第七款或第八 就是最后那两款的副表里面去查 我真的会觉得 这样子的规范方式 一方面 真的比较能够彰显 接避者保护法 他立法的目的 那另外一方面 在实际的效果上面 也会比较好 市长我是觉得黄委员讲的 这个建议的是很有道理 因为你这样你也才可以聚焦 那坦白说 这个也不会搞到 私部门人心惶惶 这个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接受到 一些反应 这个从大大小小的 连一个商号的经营者 也会担心 那你现在把 当然不是说除了这几大块之外 我们就不照顾了 但是我们的焦点会放在什么地方 因为你这个有这样的宣誓性的 这个范围出来 大家就会比较清楚 不然我坦白说 可能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想象 他副表也不一定会去看 对不对 哪一天跟 他这个老板吵个架 他也要来跟你接壁 那接壁是什么 因为老板对我不客气 对我做这个人身攻击 或者是这个 这个羞辱我 我也要来 那这个对 对你们来说也未必是好 好不好 这个你们考虑了 慎重考虑了 但是大块里面我怕说 我等一下想问 因为环保 什么叫环保 那几个 这个我们可能要 有独播 不知道 食品安全 是食品安全 卫生管理法吗 其他法没有吗 当然要嘛 有包括钥匙法 等等这些 健康食品法 类似这样 可能这个方面 我们再思考一下 可能做一些比较好一点 好 那一是比较急 反正我们的原则就是说 即便出了委员会 也一定会要交付协商 那如果 因为我们 这个我也跟各位说明 这个法 在这一届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完成 那大家知道说 我们这个会期结束 剩下一个会期 下会期还要省预算 所以呢 无论如何 要利用这个 休会的期间 或者临时会 要进行协商 要处理 我们下会期才有可能完成 否则的话 这个再拖下去 这一届就 就再见了 这一届没有 下一届也不知道 会怎么样 好不好 所以 我们知道说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间 你们未必能够 找出一个 能够 这个 面面俱到的 的条文 但是我们 让法务部知道 除了下礼拜之外 我们还会有协商的时间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开始 处理竹条 名称 请问各位的意见 我们就用行政院的提案 来做讨论的基础 主席 来请中委员 那个名称大概就是 行政院大概就是 以接逼者保护法 那我是在我自己的版本里面 或者说用国外的立法来讲 大部分都是用公益通报 或公益揭发 或揭发保护为名字 比较多 如果可行的话 那个建议名称 是我加入公益两次 强调是公益的借币 不是为了金钱的揭发 那相对的 它的政策的价值性 会比较高一点 那大家也会比较的清楚 也就是说用 我不见得说用公益者通报 通报者保护法 反而是用公益借币者保护法 如果全面加个公益两个字 是不是会比较妥视 那请各位委员穿着 以上 中委员的意见 请问各位委员跟法务部的意见 来请汪委员 汪委员之后 余委员 对不起 我们当然自己提案是公益揭发保护法 可是名称 没什么坚持 有很多委员 包括行政院都用借币者保护法 我们也可以接受 尊重主管机关意见 好 余委员 我是蛮认同 那个孔照委员的 就是提到前面有加个公益 因为如果看国外的一些立法力 其实有一些法力 是有加上公益的 我觉得这样其实会更明确 好 那我们就把名称定为 公益揭蔽者保护法 好 我们名称修正通过 请各位看第一章 余委员 公益揭蔽者 会不会有点怪 是啦 这个不太顺 其实中委员的那个公益通报者 好像比较好 那公益揭蔽者 就是他所 也不是讲不通啦 就是说要说明一下 就是他为了公益 他去揭蔽 那公益通报者 就是对于违反公益 的这个弊端 或者是这个有违反公益的情势 他去通报 倒也没有讲不通啦 来 黄委员 我就是 因为社会上面 就大家在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跟一般的说明上 就是用揭蔽者 而且我老实讲 我觉得揭蔽者的这个名称 比通报者 在羽翼上面 更正面积极阳光 这也没有错啦 对 因为通报者这个就 那所以啦 我想中委员如果也可以认同的话 大家有的同意加上你公益两个字吗 就用公益揭蔽这个保护法 现在是邮委员觉得在这个羽翼上面 他觉得有点 邮委员你能不能讲一下你的顧虑 没有 我是觉得 怎么讲 就不太顺了 我是觉得说 是可以直接用揭蔽者保护法就好了 不太顺的原因是什么 揭蔽者 揭蔽是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揭蔽并不是把所有的 弊端都纳在这里面 他还是会有一定的标准 所以 所以他这个 他毕竟就是要强调他的公益性 我觉得好像会比较好一点 没关系 如果邮委员有意见 没关系 那就公益接比较 好 那我们就修正后通过 第一张总则 中委员时代力量还有成名委员三个提案 有分张 那么 请问各位有没有坚持 来请黄委员 第一条的规定 我基本上是愿意 就是说大的股价上面接受行政院的提案 这个没有问题啦 但是我会觉得 行政院的提案 第一条的第一项 就太窄了 黄委员对不起 我们现在在讲张铭 第一张 因为有三个提案 有张 分张 那所以呢 现在行政院没有分张 我们两个都有 都有总则 第一张要不要 我没有坚持啦 因为条文没有很多啦 不要分张 我也OK啦 我也OK 好了 那我们就 张铭不渝采纳 我们看第一条 第一条有修正动议 我们请先宣读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 请参阅编号一之一 第一条 第一项 为维护 对照行政院提案版本 为维护后正业公共利益 保障 公部门及私部门 揭闭者之权益 其余通 行政院版条文 提案人委员总统照得 好 这个是中委员在资讯的时候 有提出来过 好 我们请黄委员 那个 第一条的部分 大的骨架上面 要用中委员的修正动议 或行政院的 我都没意见 但是 我会觉得第一项 如果按照行政院提案那样的 也太窄了 就是真的不是只是为了维护揭闭者的权益 维护揭闭者的权益是手段 它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 那那个更高的目的 你要说 为了要维护公共利益 有效发现防止追究重大不法事件 我在想说行政部门是不是可以考虑 在你们的第一条第一项之前面 把那个更高的目的 可以把它写上去 我会觉得这样比较完整一点 好 黄委员的意见 请问 这个法务部跟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大家知道黄委员的意见吗 就是说 中委员的这个修正动议啊 有比原来的好一些啦 那么黄委员的意见 就是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啦 所以他除了维护 就他把维护公共利益 跟有效的 然后有效发现防止追究重大不法情势 然后保护 鼓励揭发人 这几项 这个目的把它列举出来啦 比较具体一些 郭昌 你是希望在条文里面直接写文字里面就修正 还是在说明里面 直接在条文里面写 因为你如果说只是为了要保护戒闭者的权益 我会觉得那个 把这部法律自己作小了啦 就他这个是一个手段没有错嘛 但是他之所以要去保护他 保障他有一个更高的公共利益 我会建议喔 那个文字我可以尊重看行政部门他们要怎么调整 或者是说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的话 就直接 前面那段文字按照我们讲的 为维护公共利益有效发现防止追究重大不法情势 那并保护公部门及私部门揭蔽者之权益 特制定本法 这样就可以很顺的把它揭起来了 好 柳委员 我赞成那个刚刚黄国川委员的这个建议 因为我觉得原来就是对于这个所谓的戒闭者保护法 它的范围到底要有多广 那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原来只是说为了保护 原来行政院的版本只是说为了保护这个戒闭者他的权益 所以在这里就会变成在那个第三条 就会大家会觉得说那这个为什么弄那个为什么不放进来 那现在就是中皇赵委员的是说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那保障公部本级四分门揭蔽者的权益 可是公共利益是什么 这个好像又有点抽象跟过广 那黄国川委员的这个时代力量的版本 他等于是说维护公共利益 他是要有效发现防止追究重大不法的情势 然后呢来保护及鼓励揭发人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把那个范围 其实是在这里就写定下来 了解 那个法务部的意见呢 我们是不是这样讲 这个刚才前段的部分就是按照实例的版本 为维护公共利益有效发现防止追究重大不法 是不法情势还是段委员所在不法行为 各位委员再考虑一下 然后后段呢就那个病可以不要了 那另外后面就是接着说 保障施工部门及施工部门接避者之权利 特经理本网 后段的话用行政院版这样好 法务部把它文字化好不好 好我们第一条等一下看到文字之后再回头来处理 请各位看第二条 好的第二条也很重要就是说 到底他的主管机关 除了法务部之外所设事项 特定事项涉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由各地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 对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意见 来请谎委员 那个可不可以请行政院说明一下 就是说你们想象的操作 到底是什么 譬如说 如果是牵涉到实安的部分 那里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卫福部 那只是说 那卫福部他要按照这个法律来加以办理 那可是这里面的法律所牵涉到的 有很多是 呃 跟法务部的权责 或是跟法务部的专业 直接密切相关的 那卫福部是不是有那个能力 可以来处理这件事情 现在我在担心的是 这个是我第一个担心 啊第二个担心的是说 到时候 当然你们后面有一个分争解决机制啦 是说各个机关 呃 如果有争议的话 有法务部确定之 但是 我现在就有一点担心说 到时候 在一些交界或灰色地带 大家皮球踢来踢去 然后 没有办法 确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然后法务部再去确定 那个时间上面啊 的延荡 那会不会导致造成保护的漏洞 这个是我对于 你们后面要加这个东西 我有的一点 担忧 嘿 好 基本上应该不会啦 因为 整体的 整部法律的话呢 法务部是主管机关 就法律主管机关 但从业务面来讲 比方向刚才提到的食安 那食安 基本上应该是卫福部 那食安里面呢 如果有欠下别的部位 比方说跟环保有关系 那这里面呢 可能会不会 呃 这两个就要确定 那从行政 如果说法务部没有法确定的话呢 还要报给共同的主管机关 就是上级 行政程序法 在前线争议的时候呢 有共同上级来处理 但是在这一段的话呢 我们先由法务部来做处理 就跟类似国陪的话 我们先这样的处理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不会 比方说啦 里面的调查 食安的调查 那如果卫福部 当然不会是法务部调查嘛 食安 卫福部就要去做调查 環保 那就有 環保署署做调查嘛 那调查 还有后面的裁法 等等这些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冲突啦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第二条就照 来请中委员 中委员 中委员你有提到地方政府的主管机关 你是要说明这一点吗 对 我想因为一开始我看到法务部的草案是 是有把以婉如委员的版本有纳进去啊 那当然现在是简化成法务部为主管机关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如果在 正面对着身份的一个保密 或工作权的一个保密 人身安全的保密 在三大保护之下 如果单单以法务部为主管机关 是否有完整的一个保护欺蔽者的作严性 是不是 是不是要全法务部为主管机关 他这是法律的主管机关 他是法律 那目的事业还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话 按照他 该法的全责有中央跟地方主管机关 所以也包括县市政府在内 要看他全责分工 比如说 食安有一部分的话是中央主管机关办的 有一部分是 直较是县市政府办的 那就按照他 所以叫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好 最主要是对于保护着一个借壁的机关 你要确定清楚 我大概刚刚的疑问就是对于 不是全部保护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第二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请各位看第三条 第三条我们就保留了 三个修正动力 我们并同修正动力都保留 怎么样 修正动力有 讀了没 还没讀 那我们先先宣读修正动力 修正动力有三件 编号一的修正动力第三条 已经宣读过了 编号1-2 修正的东西 第三条 对照行政院版本 第一项第七款 将副表一所列或 等文字删除 第八款删除 增定第二项 前项第七款 必案范围由法务部会商相关机关公告定职 并应定期检讨公告调整增减职 提案人委员段仪康等 修正动义编号1-4 第三条 增列第九款第十款 九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数位通讯 网际网络或其他媒体所刊登 或播送之竞选罢免或公民投票广告 位于该广告载名或序名刊播者 出资者及其他相关资讯 时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事业 提供数位通讯传播服务者 网际网络业者或其他媒体业者 刊播前款之广告 未进行查证或接受外国大陆地区 香港或澳门之人民法人团体 或其他机构直接或间接委托 刊播公民投票广告 提案人委员段仪康中嘉宾等 好我们第三条病同修正动议并保留 请各位看第四条 我们第二章的张明就不予采纳 这个我请问一下 公部门 这个师部门的这个定义 是法务部的条文是把它 摆在后面嘛 后面的条文里面嘛 是不是 第五条 第五条嘛 所以譬如说 公部门就是包括 当然是政府机关机构 然后国瑜事业 然后政府捐助的 法人 然后行政法人 这些算是公部门 所以像 譬如说中华电信好了 他就不是公部门 他是私部门 对不对 好请各位看一下第四条有没有意见 好请黄委员 第一个我要确认的事情是说 第四条第一项所列举的各款的受理揭臂机关 原则上是并存的嘛 原则上是处于并存的状态 好 那第二个事情是说 师部门 知法人团体雇主或其关系企业之主管负责人或其指定之人 这个你指的是说法人团体雇主或其关系企业之主管负责人或其指定之人 那这个主管负责人或其指定之人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顺序的界定啊 就是说 你们在想象的到底是 是什么 因为你如果说是就负责人来讲的话 可能相关的公司法 或者是 证交法等等 他们对负责人有一个比较清楚 界定的范围 那 主管指的是什么 主管一般 我们就从游夏而上 主管的话是单位的主管 包括公部门师部门单位主管 所以他游夏往上提 然后到首长 公部门到首长 师部门的话就是他的负责人 负责人当然 我已经讲的没错了 是以公司法或其他特别法的规定的负责人 然后后面加一个概括 就是说呢 由主管或负责人指定 比方说 首长他可能指定正空人员 作为他的这个受理窗口 那这个正空人员就可以受理这个 受理这个界闭嘛 那师部门呢 他也许就 这个指定哪一个部门 来做受理这种界闭的 那也是把范围再扩大 不限于他主管或负责人两个人或三个人几个人少数人而已这样 OK好 那我第二个问题 是在有关于涉及到绝对机密跟极机密的等级事项 就下面你们大概就是所谓比较排他性处理的方式 在这项排他性处理的方式的第一款 我没什么意见 就是说你现检查机关或者是监察院 这个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事情是说绝对机密跟极机密 那你们向最高检查署为之 那为什么要限定在最高检查署 因为这个绝对机密跟极机密的话是跟这个国家机密保护法来的嘛 那他要总统级到院长级啊 是 所以他层级就比较高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不希望说他能他到处出去 不是啊但问题是说以现在来讲的话 最高检查署有在办案吗 他只有在办理有关于非常上述的案件吧 跟在审的案件 最高检查署根本没办案啊 当时在内部研究的时候是说最高检的话呢 因为他统筹所有的检查 检查个案的这个侦办嘛 那由总长呢 来做统筹的处理可能是比较适当的 尤其这个涉及到那么层级那么高 事实上这案子不多啦 那层级那么高的话呢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由最高检的检查总长 来做统一的窗口会造成外泄的可能性 因为已经牵涉到结论揭密跟极机密了嘛 那不要说进过手的那么多 也会比较理想 不是啊我还是不懂 因为最高检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整版 我在讲的比较更直接一点 就是说 我之前有跟最高检 检举过案子 我之前有跟最高检检举过案子 那问题是 最高检后来就跟我说 他们没有在办案啊 他还是分到下面的地检署去做 我现在讲 因为以前 我们以前还有特征组的时候 那个管辖是统一的嘛 你以前有特征组 那因为这些事情 是属于特征组他自己要去处理的事情 那后来我们发现说 你交给特征组以后 当权力过于集中的时候 他会有弊端 所以我们把特征组给废了 希望那个权力可以发散 因为你如果让少数的人控制 非常重要事项的绝对权力的时候 我必须要老实讲 以在我国实践的经验而言 就会出问题 而且也的确出了问题 导致本院把特征组给废了 那现在就这个揭闭的部分 你又把他只能检举的对象 把它限制在最高检 就是说这个跟我们 在整个立法的方向上面 不希望把这件 就是说集中在少数人手上 再加上最高检实际也没有在办案 那交给最高检到底是干嘛 因为等于是好像只是让他过一手 让他一定会知道这件事情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积极的功能吗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如果不信任最高检 我这样讲 或许最高检的同仁听得会不太开心 但是先姑且容许我这样讲 我就不信任最高检 我觉得地检署的检察官 他们没有想要当大官 有热情 敢打老虎 他一辈子不升官也没关系 我去跟地检署检举 到底有什么不行的 因为那些检察官 不管你在最高检还是基层检 他们所付的保密义务 跟他们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一样的 最高检不是不能办案 只是说因为我们在刑署里面 有一绳和二绳的管辖权 就是土地管辖权 还有事务管辖权 没有就被用到最高检 但是最高检的话 检察总长他可以亲自办 或是指挥其他检察官来办 这里面包括下级检察官 因为绝对机密跟级机密的话 他的设命程度非常高 所以检察总长 又是经过立法院同意的任命 总统任命的 所以把它层级提高来 来办这少数的 或是说检察总长 他可以以总长的名义 指挥他本该署 一般来讲算是会 发交到地检署 不是高检署 比方说绝对机密和级机密 很多可能会涉及到内乱外患罪 可能啦 那这个就是二审管辖权嘛 所以呢 如果说写在一审 那叫做一审又要 一种管辖到二审 类似这样的 那所以呢 总长呢 他可以有一个统筹权来做 也许呢 对整体的这个 这个机密的维护呢 会比较理想 美国也有这个例子啦 美国比较特殊的案件 还是由他的总长来直接发交的嘛 我能不能请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 现役军人或情报人员的 揭币的 这个 对象 只能在第一款 第二款 第五款 第六款 司法警察机关 跟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为什么不能接受他们的揭币 这个原因是什么 你是什么样的理由 这个我们在说明团里面 这个立法说明团里面 有提到说 这个 在内部 他们的主 内部 他们有这个 金情的机关的 政工机构 等等这些啦 所以 情报人员 是依照国家情工法的第三条规定嘛 对不对 那这个情形 这些人都有特殊的服从性 特殊的服从性 所以他的职务呢 会经常涉及到国家安全 还有他的 可能会提出的 接壁的 第一层受理机关呢 把它限缩一下 那 避免这个 也是一样 跟刚才有点雷同的 就是说 情报 兴许不要外泄 所以把它限缩 那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是考虑是情报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 在军中假设 牵涉到食安问题 那他 只能像 检察机关 或者是 监察院 那他为什么不能像 卫福部呢 就假设我们就不要去 想情报好了啦 好 我是现役军人 我的副食供应站 的这个 供应的这个厂商 这个长期啊 供应给我们的食品 是有问题的 我是副食供应站的 工作人员 我是现役军人 你要解我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会想象的是 在我们脑子里面想象是 A这种状况啊 但是有可能他是 B是C啊 他不是情报 他也不是机密 因为军人也要在 部队里面 他也要实意住行啊 那他的实意住行 反而往往是 最 最 更普遍会碰到的情况嘛 刚才我问我们同仁啊 因为最早这个 这一条 这一项我没有参议到 可能是为了怕他说 在外面会不会 会不会有 你再来看看 你再来看看 这个保留啦 我是觉得 我们下次再来处理好不好 我回去想一下 好不好 我们回头看一下 第一条 我们请宣读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 一之一之一 第一条 为维护公共利益 有效发现 防止追究重大不法行为 并保障公部门 及私部门 接避者之权益 特制定本法 第二项同行政版条文 提案人委员 游美女黄国昌等 好 我们第一条 就照修正动议通过 请邮委员 那个 那个病字 就是说 为维护公共利益 有效发现 防止追究重大不法行为 并保障 那个病要不要啊 要化掉 那那个病把它去掉 因为刚才 次长在口头 说明了 说把病拿掉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在修正后通过 那个第二行的这个病保障 那个病 把它去掉 第一条在修正后通过 请归个看第五条 我们今天就到第五条 处理到第五条 然后就 就先休息 好 好 请看第五条 请问修正动议 念过没 还有 好 请宣读修正动议 第五条 修正动议 请参阅编号 一之三 第五条 对照行政院版条文 第一项 第一款中断 增列或 劳动派遣文字 第二项中断也是增列 或劳动派遣文字 第二项 同行政院提案条文 提案人委员中口照的 这也是中文人在资讯的时候提出来的 好 请问各位同仁 请黄委员 那个我要先请教一下 法务部喔 就是说 我们刚刚在讲的第三条 是课题的范围 第五条是 主体的范围 那你们把那个 公部门的接避者 跟私部门的接避者 下面做了这样子的一种 我该怎么说呢 具细迷移的描述 这样子区别啊 目的到底在 在什么地方 那 套用在实际的状况下面 就是 通常的状况 通常的状况 对公部门的接避 有很多 不是在公部门内部的人 是跟公部门有关系的人 譬如说 他受公部门 委托行使公权力 接受他们的 政府采购的标案 委托的计划 等等的 那跟公部门在进行这一些 不管是受透性使公权力 等等的交易行为的时候 那这些人他发现了 我们的公部门里面有人在 胡搞瞎搞 那 我的经验啊 是 这些人其实很害怕 他害怕的是说 你会觉得说 那公部门的人 其实也搞不到他 就公部门 因为他不是他下属嘛 公部门搞不到他 那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害怕 那会害怕是因为 公部门的人对他的老板啊 是有很强烈的影响力 你以为还要不要做我生意啊 我要不要受托让你 我还要不要继续让你去执行这个业务啊 那你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占照你们的立法力就变成了是说 他不算接闭者 他不算接闭者 他完全在这个法律的保护的主体 对象范围之外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区别 那导致出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反而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处理 相同的逻辑也是一样 在你们第二款师部门的接闭者 两个公司或两个法人 他们彼此之间在交涉的时候 有的时候未必是 那个公司之本身 譬如说啦 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就希望大家不要做太多政治上的联想 那具体的例子讲的比较清楚一点 譬如说 像之前引发轩然大波那个群创 跟身操的事情 那事实上 做坏事的是 另外A公司嘛 但是B公司的员工事实上怎么样 B公司的员工知道 他们在做坏事啊 他长有内部的一些讯息跟文件啊 那问题是说 他不是在他下属啊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把资料给提供出来 或者是接闭的话 那个员工怕不怕 我可以直接跟次长讲 大家怕得要死了 现在丢东西出来的人 都不敢让大家知道 或者是一定要绝对保密 他们才敢把东西丢出来 因为 好像我在丢出来的是群创的事情嘛 但问题是 你觉得让身操的老板知道 我养了一个这样子的人 他会不会对他动手 他一定会对他动手的啊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才在怕 那我的问题是说 你为什么规范上面是两根柱子这样子 工部门下面所属的人 司部门下面所属的人 那我知道你们的逻辑或许是因为说 因为只有他所属的上级可以对他如何如何嘛 那另外一边也是他所属的上级可以对他如何如何 但是我要跟你讲的事情是 实际上面的状况 不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上面不是这个状况 有太多的例子 就工部门不法的举发都不是工部门自己的人在讲 是跟工部门在交易的人 那他们的下面的人发现他们在乱搞 然后把东西给检举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把科体范围限制住了 后面的保护手段也限制住了 因为后面的保护手段还有接下来是 你把他的身份泄露以后的损害赔偿问题 那个不是只有不利的解雇处分等等 那还有你如果万一违反了 把他的身份泄露出来的损害赔偿的问题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为什么就主体范围要做这么限缩的界定 问的话呢 当时在研究接闭者保护的范围 因为各国有它范围的广跟辖 接闭者的保护呢 原则是在保护内部人员的接闭 一般来讲呢 比较不倾向于说外部 所谓外部的话就变成说告发 或是检举 再从另外一个层次来做处理 比方说检举贪毒啦 那一般人任何人都可以告发嘛 不限于跟他有关系的人嘛 那检举的话还有检举贪毒奖金嘛 那个贪毒奖金有规定 所以这个呢 接闭者保护的这个观点呢 一般来讲 我们参考国外立法力呢 比较偏重于说 在内部的检举 防止内部的腐朽 这个缓烫武功也没说 防止内部的腐烂嘛 腐朽嘛 所以这个情形之下呢 我们采用工部门的内部检举 我比方有例像南港轮胎 它就内部检 内部出来 它是董事长自己交出来的 交下来的 另外呢 台塑曾经发生过 那也是内部有检举的 那它是针对台塑而已 所以在工部门的话呢 我们这里有提到说定做定做 后来这里又加了一个劳动派权 我劳动派权派在你这个工部门里面 我知道的 或是派到私部门去 我知道的 那也是属于 受到你这个公司架构上 所支付报酬的 所以呢 我们鼓励内部检举人来防止贪腐嘛 是从这个观点来啦 所以呢 要不要获得到其他的检举 或是说其他的告发 这个换得太广 恐怕也没办法 因为比方说后面有人事措施啊 那又保护到那么多 第三第四第五公司去吗 恐怕会不会太广了一点 这个反而找不到保护的目的 好 请换员 我自己就是有必须要保护人家的需求啦 所以我没有办法讲具体的个案 但是我可以跟次长讲 到目前为止 我大概处理过的案子 超过一半以上 他也不是存外部人啊 他也不是存你 绝对定义的存内部人啊 他会知道那么深的资讯是因为什么 他在跟他做交易啊 那那些人一开始怕不怕 我再讲一次啊 怕得要死啊 他如果让我老板知道了 是说原来是我去搞的 然后让公司可能就因为这个案子没了 或者是说这个公务机关的人 要回过头来找人算账 他一定会清算到他身上来 你们这样子的主体范围的界定 真的太窄了 真的太窄了 你会导致 现在很多在具体个案上面 真的完全符合公益揭发保护的范围之内的人 都没有办法受到保护 在条文里面一项二项里面都有一个定做关系而受报酬啦 比方说雇佣 是我公司雇佣 我这个机关雇佣 有定做关系 像刚才委员所提到的说 那我是承染他的工作 那这个部分呢 应该也可以用得到说定做关系而受有报酬 你现在是假公司跟乙公司 你在保护的 是假公司下面 不管是委托 雇佣 承染 假公司下面所属的 你不会保护到乙公司的人 那 但是假乙公司他们可能有交易行为 那个交易行为啦 有各式各样的交易行为 那假 也有可能是公务部门 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交易行为 譬如说啦 像之前我揭露的那个 我们的国民健康署 下面委托的一个戒烟治疗管理中心 那里面就闭案啊 就贪赌啊 那全部都在做假的账啊 那你为了要去厘清喔 国民健康署跟戒烟治疗管理中心 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法律关系的定性上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啦 那但是反正这个案子 我相信进度你们大概自己去问一下 法务部跟调牌局的人心里都很有数 那你说在这个样子的状况下 如果举发这个人不是在国民健康署下面 你们所定义的那个范围 他就不受保护 我这边次长讲一次啊 你会让这个法律它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因为是受托 或者是 你因为我有钱给你 你才能存活的那个单位来讲 他如果知道是某某某去搞这个事情出来的话 他不会去找他 那一定会去找 一定会去找他的啦 那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才对你们现在第五条 这样子的一种 阶定 主体阶定范围的方式 我会认为真的太窄了 这个黄委员的意思 我大概可以理解啦 这个应该是 会常常可以找到相关的事例啦 但是次长的顾虑我大概也可以了解 就是说 譬如我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 譬如说 在这个公司外面有一个餐厅 那这个餐厅的服务生 听到这个公司的员工在谈的事情 可能会涉及公司内部的不法 有些符合我们讲的公益 那如果这个服务生 来向这个权责机关来揭臂 那他如果他被暴露了 有可能因为这个餐厅的老板 觉得说你这样得罪我的顾客 那我就 我以后就没有生意啦 谁敢来我这边包厢里面谈事情啊 我说不定就把你解雇 那我们就要保护他 那这个如果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不符合 我们对接闭者保护的范围 但是如果 这样也算在里面的话 那会不会这个接闭者的范围就太广了 这个可能大家要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啦 就黄委员我这样讲的例子您了解嘛 就是说 那我们要怎么去把这个范围把它画出来 或者我们就不画范围 来黄委员 董委员你说的我了解 不过我们在画主体范围的时候 其实是要跟他后面的法律效果 相结合 我的意思是说 即使是段委员刚举的那个例子 那我们在法规范的秩序状态当中 是不是应该容忍或者是接受 那这个人的雇主 因为他做了这个行为 就把他解雇 或对他为不利的处分 这个是第一个核心关键的问题 第二个核心的关键的问题 除了内部的人事调动或者是解雇以外 第二个核心关键的问题 还有身份保护的问题 以及接下来所发生 损害赔偿的问题 你如果不把它画在 这个法的保护范围当中 我们后面所连结的身份保护 以及接下来的损害赔偿 通通都会出现问题 因为在我们现在具体的法规范上面是 之前喔 就是有人有意还是无意的 把人家的身份泄露出去 这种事情 都在发生啊 但问题是你接下来就面临到 很困难的问题啊 我接下来要跟你求偿的时候 求偿的依据在哪里 我想要更直接一点 之前教育部扯到 把学生去 去接 把 把学生去揭蔽的 竟然去通知那一所 被检举大学的董事长 那根本莫名其妙的事情 搞一堆学生去教育部全面抗议 那你出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因为我们后面 保护主 其实主要有三个范围啦 一个是正人保护 这个比较牵涉到刑事法的领域 另外一个是内部不立行为之禁止 那第三个部分还有身份保护 跟接下来损害赔偿的问题 就是说你画这一大块 全部把它画出去了以后 那可能到这第三个部分 全部都没有 那法务部要不要再想想看 我们再想一下好了 但是 要有一个界限 不要无限上纲过去 比方说低层的也许可以考量看看 我们再思考看看 那请一位 谢谢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也相关 就刚刚提到就是说 其实揭蔽者 非常怕说自己被泄露出去嘛 那但是我也可以理解说 我们台湾的黑韩文化很严重 所以你们在这个法律里面 定出要拒名 那拒名我可以支持 但是就说我们参考国外的法案 比如说像沙冰法案 它其实是给这个 揭蔽者有另外一个选项 就是说可以请委任律师来代理 这件事情 换句话讲 它除了拒名 我的法案也是希望说 能够给他另外一个选项 是委任律师来代理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是说 我觉得我比较担心说 当我们揭蔽者 他在这个向主管机关提出来之后 可能公文往返的过程里面就泄密了 这也是非常可能的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更勇于 鼓励去揭蔽这件事情 我是还是认为说要多一个选项 那但是就说你们法务部给的回应 不是很支持 法务部提到是说 可能在实际执行这个任务上面 就实务执行上有存疑虑 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疑虑 那第二就是说 律师本身是否易需一并纳入保护 我觉得如果律师这么怕的话 大概就不会接这个案子了 他应该可以选择 我不应该是去思考 律师要不要害怕这件事 来让我们的揭蔽者少了一个选择 那我想听一看法务部的一件 律师他是受任人的 他不是这个机关 公共部门或是部门的 比如说领他薪水的人 然后带成第三人来为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的规划里面是说 要居民是希望说 将来你要以事负责 不要黑函文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居民的话呢 我们也实务上的操作呢 是包括化民 比方说用张三 来替代我陈某人 但是呢 要眷内里面 我们那个检棋 检棋的贪毒 检棋那个会写的 上面写都是张三 但是事实上 有一个保密的那个 兴风带 里面讲说 张三就是陈某人 住哪里 这个是有保密 所以包括化民 第三个呢 那个委员所提到说 他如果委任律师来做 基本上委任人 受任的这个律师呢 他也是效力 基本人嘛 所以应该也是属于他 具名的一船 这个在实务上操作 是可以操作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以陈律师 那我都没有想说 我替谁做 那将来怎么样查考说 陈律师是不是张三某人 本人 这个就不能无从查考 这个就不在我们的范围内了 所以委任律师 应该也要律师 足以可得确定 就是明确或可得确定说 这个委任人 就是张三的具名人 这是可以操作的啦 好我们第五条保留 好那么我们另外 择棋继续审查 散会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